国家追查方舟子崔永元赢了中国有希望了。 关于转基因的安全问题一直是民间热议的一个话题。 先看叶剑英之女对转基因的报道。 以崔永元为代表的反转人士和以方舟子为代表的停转人士之间的口水站一直没有停过。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是天大的事。 近日,农业部下文言查转基因,要求拉网市排查,严打一切非法行为,发现问题,一查到底。 小编对农业部的这一决定是拍手称快的。 农业部的文件代表了国家层面开始出手整治转基因食品乱象。 以方舟子为代表的所谓专家们,他们即便说破天,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奥运会禁止转基因食品的供应,世博会禁止转基因食品的供应,亚运会大运会禁止转基因食品的供应。 最搞笑的是,农业部机关幼儿园的观望上,居然把不用转基因邮作为一项安全措施。 我一直很佩服崔永元,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斗士单枪匹马去挑战一个千亿别的利益集团。 工作丢了不在乎,被人抹黑不在乎,受到恐吓甚至死亡的威胁不在乎,利益集团出两个意就为了让他闭嘴,他拒绝了,尽管他很缺钱。 崔永元是孤独的,他就像拿着长矛挑战风车的英雄。 小编拥护农业部彻查转基因的决定。 对于科学目前无法证实的东西,采取慎重的态度本身就是科学。 即便有99%的概率转基因是安全的,我们也不能放任。 因为即便危险只有1%,我们也堵不起。 这是关乎王国灭种的大事。 我们中国需要像崔永元这样讲真话,讲实话,能如实报道,忧国忧民为国家做真实有意义的事情。 往高处说,他用毕生才华为国家做最大的贡献。 往第一处讲,他用强烈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捍卫这个社会的道德底线。